字幕提供 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 料理叫做 Jimagi no Yanagawa 它中文就是鰻魚的流川 為什麼叫流川呢 流川就是它一種 特殊的料理方式 裡面就是有加了蛋跟牛蚌絲 這樣子 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 混在一起吃這樣子 讓它的蛋有點 碎碎的感覺融在一起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試吃看看吧 這是蠻魚 這是蠻魚 我剛吃的是牛蚌不是蠻魚 那我等一下有在掃一下蠻魚在哪 嗯...這感覺就是 它這個醬汁的味道還蠻甜的 然後剛吃那個牛蚌的話 覺得 味道合在一起就是 很順口這樣子 然後蠻魚的話 就是 軟軟的 吃起來 口感還不錯這樣 它是 軟軟的蠻魚加上 有一點嚼勁的牛蚌絲 這樣混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配合 很棒 而且他們現在這個蠻魚現在這個季節的價格其實也很高 嗯... 亮亮 我們現在來介紹這一道 嗯... メヒガリカラゲ 嗯... メ... 它是一種叫 大眼青眼魚的一種 它眼睛很淡 然後亮亮的 所以它叫メヒガリ 對 然後它是用炸的 炸魚的一道料理 然後我們現在來試吃 蛤... 整隻魚炸得很酥脆 然後連骨頭都可以直接吃下去 嗯... 我也是一樣的三個想法 然後... 我覺得它的皮酥脆 我覺得好像在吃薯條 蠻好吃的 嗯...